屏東肯丁設定一處道路可以眺望龍潘草原以及太平洋 所以不少遊客特別停車來觀賞 不過卻有民眾在臉書上社團抱怨 他的家人行進這個地方礙於路況不熟 因此好意打了雙黃燈提醒後方車輛要注意 沒想到找了後方車輛檢舉 害他們吃下一千兩百元的罰單 不過不少網友倒是吐槽 照這個邏輯全台灣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車打著雙黃燈上路 難道就可以這樣為所欲為嗎 屏東肯丁設定自然公園展望點 能看到龍潘大草原全貌以及太平洋 絕美視野吸引不少遊客停靠路邊駐足觀賞 不過近期也有一位民眾把車子開到這個地方 打了雙閃黃燈竟然遭人檢舉吃下罰單 民眾朋友說家裡70歲長輩 開車行進肯丁郊區路況不熟不敢開快 特地好心閃雙黃燈 要提示後車現在是老人開車請小心 結果卻被檢舉了才罰1200元 不過網友看了不大領情紛紛吐槽 這是打了可以為所欲為的燈嗎 況且人家也沒辦法超車 是要開著雙黃燈當陸隊長 那如果按照這個邏輯 全台灣每天不知道要有多少輛車 打著雙閃黃上路 當時碰問者本想說打雙閃黃燈竟然也會吃下罰單 那國道暴雨打雙閃黃警示 豈不是每個人都違規嗎 但他搞錯問題了 道路行駛打雙閃黃本身沒有任何問題 但他罰單上唯一規定使用燈光 其實是他靠右停沒打右轉方向燈 該車行駛中持續使用雙黃燈 以至靠右使出車道時未請示右方向燈 莫名減速打雙閃黃 後方哪裡知道你想幹嘛 雙閃黃燈的使用時間 高速公路天候不佳 路邊臨庭當下 或是前方緊急狀況 車輛故障等等 如果是要偏離車道 記得方向燈得打好打滿 否則檢取罰單找上門 記者梁安平 評論報導